剛剛我轉行的時候,Bubber Shop興起 好像挺有趣的,我就過去試試吧 唉,糟糕了,一字不能自發 其實Bubber Shop主要的服務對象都是男性居多 它就有點像是以前上海理髮廳的南界 Bubber Shop和Salon最大的分別就是 Bubber會一對一去服務客人 洗頭、造型都是一個Bubber服務 我們公司會多一部分服務 就是幫客敷熱毛巾 用熱毛巾的熱力令皮膚無孔擴張 再幫他修整一下眉毛或面上的雜毛 再用一些梳後水幫他做一部分的消毒 務求客人可以在最乾淨整潔的狀態下離開我們公司 Bubber Shop的起源中雪紛云 不過我聽到一個比較有趣的 Bubber Shop的起源就是來自英國的皇室和貴族 他們出席的宴會都會看到一些很整齊的油頭 平民都會看到相繼去武房 一路傳傳下猜不到都會成為全球的熱潮 Bubber文化發展至今 其實都分了兩派 有些old school 和new school 簡單說一下 其實new school 比較清晰 Fading 就會剷得高一點 比較即食文化 我自己又不太喜歡某一些展法 因為它很強求它的outline的銳利 你說old school 那些我就會比較喜歡 因為它講求發營的分區 它不會太追求那條outline線 但它會追求什麼呢 就是追求它的發營的流向 即是你一常發營它一梳 它是你梳的頭 它的紋、線條的位置 其實一些old school 的頭 如果你戴得好 真的分分鐘半年不用煎頭髮 都不誇張 old school 的頭 我覺得會比較適合亞洲人 因為亞洲人普遍有些M字壓 或者髮線衫不漂亮 其實你不需要特意改變它 不如試試利用它 去做一個適合自己的油頭會更加好 Barbara 主要的剪法工具 都是Keeper 居多 Keeper 有不同的厚度 幫助我們做一個 Fading 漸層橙青的效果 很多客人都會覺得 去Barbara Shop 剪頭 一定要剪得很青 如果你想要做Fading 其實都是一定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亞洲人的頭髮本身都是黑 Fading 都是由白 一邊漸層去灰 再去到黑 最白的位置 很多時候都要剪到 剃鬆 我們叫做Zero的效果 如果有些毛頭真的很密 它Zero了還是很黑 會有一點 現在叫做Skin Fae 即是由皮膚開始 一邊漸層上去 一些比較Casic的髮型 我們會有一個叫Low Fae 即是不要剪那麼多 只剪邊位 如果有些頭髮喜歡邊線很銳利 我們會幫客人做一個High Fae 近乎有些美式的Outline很銳利 NBA球員的效果 另外一個工具就是剃刀 我們都比較常用 剃刀主要是幫客人 整理一些Outline 即是髮型的邊位 眉毛、面上的雜毛 以及一些狐鬚 剃刀有一樣東西 比電鬚跑不同 就是你家中用電鬚跑 你只可以剃走鬚 其實在人的面上 都有很多面毛、雜毛 很幼的電鬚跑 是無法清理的 很多客人都問我 為什麼我來到這裡 剪完頭髮 好像白淨了一樣走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因為我們這把剃刀 就幫你做了一個整結 以前我做Bawa Shop 它都可以說是面少少的 客人來到 一定要剪頭髮 其他髮型都不做 我都明白 因為當時香港興起 大家都會有一個責任去推廣文化 可能Gel頭 一定要用頭髮 你用髮泥都不給 你噴SPAY都不可以 但是一路發展到現在 可能競爭又大了 或者來的客人就會多了 需求都不同 他們要的東西 相對都會更多樣化 你會為了滿足客人的要求 你就不斷逃忘自己的技術 這件事我是挺喜歡的 我來的客人 真的為了你的技術去幫襯你 那你要怎樣找客人去幫襯 你就一路進步 一路去鑽研自己的技術 那這件事 我覺得很公平 這件事 你是不是可以 你一個不認識的客人 他進來的話 可能要ABCDE無限的造型 你都可以給他 你怎樣才可以給他 你唯一的辦法 你就是自己一路去磨練自己的技術 磨練自己的功夫 那這個挑戰性是我喜歡 是爸爸 或者是這個 喜歡做爸爸的原因 因為其實爸爸是一個 男士理髮的地方 不是說是一個剪油頭的地方 那是否一些 可能他頭髮很薄的人 你一定要整個頭蠟這樣搭下去 那可不可以 把那些法例做鬆一點點 有一些不喜歡剪油這麼青的客人 是否真的可以留長一點呢 保留到他自己原生有的特質 除去一些不應該可以 不應該看到的頭髮 令到他做一個最整齊整件 或者最英俊的造型 然後走出門口 這件事其實是頗有挑戰性的 你不能加東西 那我享受吧 不可以 學會 是因為 是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